死亡游戏 沙瓦是713号列车的列车员 每次火车到站后 他都要对车厢逐节进行清扫 这天沙瓦扫到了列车的最后一劫 他漫不经心的推开车厢门 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半秒钟之后 沙瓦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大叫 原来车厢里倒吊着一只沾满血污的断气白猫 尽管死的是一只猫 可死状非常恐怖 不像是恶作剧 警察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了过来 经勘察 这只猫被人用力气割断了咽喉 是谁这么残忍呢 警察忙碌了半天 可是找不到一丝有价值的线索 只有一样不起眼的东西 稍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那是两张密密麻麻印满字的纸 警察一看就被吸引住了 只见这两张纸的开头 触目惊心的写着这样一行标题 第一起列车谋杀案 一只漂亮的白猫 下面的内容则是作案人怎样捆好毫无防备的猫 然后一刀割断他的气管 看着他在雪坡中挣扎着一点一点死去 警察们读完后不寒而栗 这纸上描写的太过细腻 太过血腥了 就像是眼前景象的翻版 显然这个凶手就是照着这些描写杀死了这只猫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警察调查了许久 案情却没有任何的进展 渐渐的他们就不闻不问了 死的毕竟只是一只猫 而生活中每天新发生的凶杀案 他们还问不过来呢 谁知他们这种怠慢的态度激怒了极端的动物保护者们 他们一下子拥到警察局前 责问政府为何对生命漠视 警察们吃饱饭后到底在干什么 眼看事态越闹越严重 官员们害怕了 这年头养宠物的人太多了 一旦激起公愤 场面将无法收拾 他们连忙做出保证 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的 然而让警察们想不到的是 正当他们还在为那只可怜的白猫苦恼时 在713号列车上又一只动物被残忍地杀死了 这次死的是一只黑狗 它被人用尼龙绳捆住爪子 凄惨地死在了一间包厢里 再次接警的警察们大吃一惊 想封锁消息 但已经来不及了 嗅觉敏锐的记者们已经报道了这起事件 动物保护协会这回真的愤怒了 他们开始酝酿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了 警察们立即以从未有过的高效率 开始了侦破工作 一方面安抚情绪激动的人们 另一方面放下手头羁押的凶杀案 十万火急地赶到了713号列车上着手调查 结果同上次一模一样 凶手干得漂亮极了 什么线索也没留下 除了用烟灰缸压着的两张纸 又是两张纸 警察们这回有了预感 仔细一读果然不错 这两张纸的标题是这样的 第二起列车谋杀案 一只可爱的黑狗 接下来依旧是让人不忍足毒的血腥杀戮过程 也就是说凶手又按照纸上描写的屠杀过程 实际操作了一次 回到警察局里 看着外面激动的示威者们 警察们觉得郁闷极了 有个警察忍不住嘀咕道 那么这家伙下次又会杀什么呢 这些纸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警察的迷惑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很快就有人在网上发布消息 并将这两起案件和一本名叫《死亡游戏》的书联系在了一起 说这两起案件和书上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 警察们没有放弃这条线索 当即四下里寻找这本书 终于在一家小书店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本书 书已经出版一年多 可是购者寥寥 作者叫波耶尔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流作家 警察们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去调查作者波耶尔 另一路的任务则是仔细阅读这本小说 看看能从书中找到什么线索 找到波耶尔的家并不是件难事 那是位于郊区的一幢破屋子 屋里只有波耶尔的妻子玛丽和五个子女 个个衣衫简单身体受销 看来这一家人活得十分艰难 当警察表明了想找波耶尔先生的想法后 玛丽立即怒吼起来 我还想找他呢 他已经失踪好多天了 瞧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这全是他写那本破书带来的 那本书出版后我们欠了一屁股债 可他一点也不想工作 他是个只会做白日梦的疯子 警察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 在征得他的同意后 开始仔细搜查波耶尔的书房 结果真的找到了一样东西 一封很简短的遗书 上面写着 亲爱的玛丽 亲爱的孩子们 如果你们看到这封信 那你们的好运气就到了 我是个失败的作家 更是个无能的丈夫和父亲 可我又是多么希望 你们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啊 真的 为此即使付出一切 我也在所不惜 警察们不明白波耶尔先生 想说些什么 而且他现在人又在哪里呢 而另一边 读小说的警察 却也给吓得够呛 书中说 在713次列车上 将发生一连串的谋杀案 先是白猫 后是黑狗 接下来的标题赫然是 第三起列车谋杀案 一个令人厌恶的红胡子老头 然后依旧是血腥暴力的描写 可怜的老头将像猫狗一样 被割断喉咙 警察跳了起来 去车直奔那列 充满恐怖气息的列车 凶手是个疯子 他既然已经按书中描写 杀掉了猫狗 那么接下来 肯定会杀掉一个 无辜的红胡子老头的 现在必须阻止任何长着红胡子的老头 登上这列列车 实际上也用不着警察们阻止了 记者已经将这个令人恐慌的消息捅了出去 一时间城里流言四起 人心惶惶 所有长着红胡子的老头 都拒绝乘坐这趟列车 连染成红发的年轻人 都不敢乘坐这趟列车了 他们害怕凶手看花了眼 错杀了自己 这让警察们稍稍放下心来 因为书中描写的谋杀案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无法再现了 凶手找不到红胡子老头 那也应该不会实施他的凶杀案了 警察向媒体信誓旦旦的保证说 连一只红色的苍蝇也不会飞上车的 可是警方的保证言犹在耳 惨案竟然又发生了 这天那个凶手又在一间包厢里出现了 他掏出了那把令人胆寒的刀 血光四溅中一个红胡子老头重重的倒了下来 全城的人都疯了 这个凶手简直不是人 他是个幽灵 而接下来大家更为关心的是 下一个被杀的又将是谁呢 媒体更是开动马力 把空气都炒热了 所有的报纸电视都刊发了与案件相关的消息 极端动物保护者们早已失去了耐心 他们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要求警察限期破案 更多的人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赶来 参加那只白猫和黑狗的隆重葬礼 在他们的墓前献上鲜花 点上蜡烛 为他们通宵守灵 随着游行的持续和情绪的加温 大伙的口号渐渐发生了变化 他们已经开始猛烈抨击政府了 说政府冷酷腐败无能 反对派甚至借子大做文章 要求政府立即下台 警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这怎么可能呢 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 明明没有红胡子老头上车的呀 他是怎么混上车的 又为什么要去送死呢 凶手到底是谁 就在这时 法医那里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那个死去老头的红胡子是假的 红色是临时染上去的 更令人惊愕的是 经玛丽确认这个红胡子老头 竟然是他的丈夫波耶尔 到了此时 警察们若有所悟 原来这一切都是波耶尔自己安排的 说不定在网上捅出这事的人也是他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在这一系列的死亡游戏中 穷困潦倒的波耶尔先生 是导演 更是主演 他是这样一步步掉起人们的胃口的 先杀死猫 再杀死狗 然后在网络上开始炒作 将话题带热 最后在车厢里偷偷染红自己的胡子 执行了自杀 难怪警察及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红胡子老头上车 他这样做的目的也成功地达到了 他的小说《死亡游戏》 从默默无闻一举登上了全国的畅销书排行榜 事实上不久以后 玛丽就收到了出版商送来的丰厚版税 由于波耶尔先生极富悬念的出色表演 这本书卖得火急了 出版商正在紧急安排第二甚至第三次印刷 此时 街上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游行还在继续 而波耶尔先生则在一个戚风苦雨的日子里 孤零零地下葬了 除了家人 没有人给他送花 点蜡烛 更没有人为他守灵 陪伴他的只有那本《死亡游戏》 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我要向被我杀死的可怜的猫和狗说声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